中国国家领导人和政府对在4月15日美国波士顿马拉松比赛爆炸案当中 一名中国留学生不幸遇难 一名中国留学生严重受伤十分的关心 中国外交部以及中国驻纽约总领馆 已经多方的开展了工作 同遇难者的家属取得了联系 中方的有关部门将继续全力协助有关方面做好相关的事宜 目前中国驻纽约总领馆的负责人 已经在波士顿医院探望了伤者 伤者目前的伤情比较严重 但是病情较为稳定 没有生命危险 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将为医院全力救治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 我想联合国安理会的有关决议已经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中国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 也是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 我们将严格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的相关决议 履行相关的国际义务 大厨 crochets 开始他们的问题 оз了十este